SKR 聊起來 2010年 然後我第一個 執作的歌是 Sorry that I loved you 倪安東的 然後那首歌當第一名 那你第一首 感同生收 張雲晶 張雲晶是之前嗎 對不起張雲晶 忘記了 所以是那個 他那時候開始慢慢接一些執作案 然後一開始都是拜託人家讓我們接 所以就是那個 那個經費都非常少 就是不是一般的 製作人的那種經費 然後他自己又很喜歡做那種很貴的混音 所以通常都是虧錢 什麼叫做很貴的混音 就是他喜歡寄到寄給美國 美國最有名的混音 第一名的是他贏那個Grammy 他是那個葛萊美獎 對對對 做混音 對 喔很貴 一個混音 三千塊美金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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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Mick Gazowski 六千美金 喔六千美金 18萬 然後唱片公司 應該會付我 二十萬 可是我會 那時候你還沒有付二十萬 對 我們會付我們自己的錢 就是一開始他只有 他拿到的製作費可能只有八萬 然後他就是付 但是他花了18萬 做混音 就是一個很喜歡花錢的人 可是當第一名 就是一個超級喜歡花錢 然後總之 所以那時候都沒有賺 都不是賺錢 對對對 一開始就是賠錢來做 對 然後 然後尼安東那次是第一次我們拿到完整的製作費 但真的是花了 一樣花了18萬在混音 然後跟 我付Will Will又幫我唱合音 樂手 然後跟那個 跟錄音室 喔對 就 就 還是一樣是 超級 然後但是從那時候開始他就開始有接 比較多製作 嗯 對 而不是只有寫歌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跟我們的版權公司說 如果 要 有人要買他的歌 他要自己製作 嗯 所以我的 開始是寫歌 可是我寫歌我一直想要賺比較 因為寫歌你賺比較最小的錢 然後 當那個 編曲 做編曲 你可以 呃 選擇比較多 嗯 一點點 可是其實不是 It's not about money 就是他寫歌的時候呢 可能他歌賣出去 然後 最後那個完成出來的歌 會跟 會沒有他的demo好聽 喔 解釋一下 剛剛講的是 如果Sky自己寫歌 但是給別人製作的時候嗎 嗯 所以 他可能出來的時候 不如他那時候寫歌所想像的 那個感覺 對 好聽 因為他寫歌的時候他就會做一個demo 其實就很 其實就像他現在做的這樣 就完整的 什麼樂器都有 和聲什麼都有 然後可是 當他寄出去的時候 他聽到的那個成品可能 不是 就是跟他想像的不一樣 所以後來他開始做編曲 做編曲 你等於是你就是把背景音樂做好 嗯 可是還是那個製作人會去錄 Vocal 人聲 樂器 然後那時候好像很少人在錄 那種 那種 被 合音 對 合音 I was gonna say harmony 就是很少人在錄合音 然後 可是有些歌沒有合音 最後又會不好聽 嗯 所以他才又想要做到就是 如果他可以製作的話 他就可以控制 整一整首歌的那個quality 然後可以是他想要的 嗯 所以最後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說 如果你想要買他的歌 他就要自己製作 嗯 所以我開始當製作人的時候 我們發現有 其他的 fight 是如果他們 拿到我的製作的歌 可是他們沒有當那首歌一個主打 沒有人會聽得到 對 或者如果他們有拍一個很爛的MV 會把我的歌比較 嗯 不好聽 嗯 對 那我再解釋一下 就是我想說可能現在聽眾 可能比較不知道 就是 所謂 剛剛Scar說他那些歌叫做 可能那時候我們叫做B面的歌 對 因為那時候 因為以前是專輯 專輯嘛 然後主打歌一定會被一直打 然後 有一些歌會註定會拍不了MV 就是唱片公司他可能會覺得 他這首歌可能不會那麼多人喜歡 或者他不會那麼受到大家歡迎 所以他們就決定不要拍MV 對 然後那些決定不要拍MV的歌 會變成有點像是B面的歌 就是隱藏版的歌 就是大家都不太知道 嗯 對 對 例如 算了不要舉例好了 這是 對對對 這是所謂那些 就是Scarter 是那些的歌 然後那時候有些很好聽的 就是我們自己很喜歡的歌 如果他變成 賣給別人之後變成一個B面的歌 我們就會很傷心啊 因為這首歌我們也不可能拿回來再去賣給別人 因為已經賣出去了 然後 然後我們變成 我們自己永遠沒辦法重新 就是拯救這首歌 然後這首歌就永遠不會被聽到 嗯 對 然後我一次有一點 罵唱片公司 因為我覺得 有點罵 是blame 抱怨 怪他們 然後我覺得 喔 怪他們有一點累 嗯 因為我沒有決定 如果他們有拍一個MV 當那首歌一個劇打歌 有可能是一個hit song 或是就是還好 嗯 所以從那裡 那個時間開始 我覺得我們可以試試看 對 那那個時候拍史就是他其實就認識 那個克力斯丁跟燕威 嗯 然後 然後他其實本來想的都是 就是他遇見他們的時候 他就會幫他們做五到六首歌 嗯 然後他就覺得他們聲音很棒 然後他就會拿這五到六首歌 可能給很多唱片公司聽 欸要不要簽他們啊 什麼什麼 那時候還沒有公司 沒有 我們還沒有公司 然後 然後那個 結果 那時候第一個是克力斯丁 然後都沒有人要簽他 嗯 因為大家說哇 他是一個外國人唱中文歌 我們不知道怎麼做 嗯 然後我們就 OK 那我們試試看 因為那時候剛有YouTube 嗯 然後我們就說欸 那我們試試看 拿一個相機去 去 我們就跑到我們隔壁的山上面 那個櫃子坑上面 然後隨便拍了一個MV這樣 然後Eventory無色誘傷也是 就隨便出去拍 然後拍完之後 那個克力斯丁 我們就直接上傳到網路上面 然後上傳到網路上面 沒多久 就有人說欸 那首歌好像在大陸很紅 就是突然之間在大陸很紅這樣 嗯 然後可是那時候我們完全不知道怎麼做什麼事情 我們那首歌也沒發行 也沒有上任何的平台 嗯 我們就只是丟到YouTube上面 嗯 然後大陸有人邀請要他去演唱什麼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怎麼做 嗯 就不了了之 然後後來 後來因為這樣子 克力斯丁就找到了一個經紀人 願意簽他 嗯 然後再幫他製作完整的專輯跟發行這樣 然後我們又又就是 就是一樣就把我們的歌就賣給了那個經紀人跟 克力斯丁讓他們發這樣 嗯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有這個想法 就是覺得我們可以做一些好玩的事情 就是很free的做音樂 但是我們沒有那個能力執行 嗯 然後像燕威也是 燕威後來就是 就是 他們去參加比賽吧 然後他就 他就 那個跟我們討論 然後他就直接把無聲優商放到他的 YouTube頻道上 然後也是很多人看 可是我們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也都沒有發行 也沒有發行 然後後來就是 風華簽了他 然後簽完了之後又 他們也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後來Evangelin又free 喔他有簽給風華過 對 他有簽給風華過 然後他free的時候就是 後來我們有 SKR 然後那時候簽他的時候 喔 所以 因為這樣你們才想要開公司 對 對 都沒有回答到我的問題 對不起 對對對 就是其實第一是為了整 就是我們覺得 就是 我們其實一開始開這家公司 我們就沒有想說要簽藝人 或是我們想要 他是純音樂發行的公司 然後我們想要說 我們就是一個YouTube頻道 然後每一個藝人都可以來到我們頻道上面 跟我們做一首歌 然後我們就發行這一首歌 然後我們就發行這一首歌 所以我們那時候才會叫Percent 就是Percent就是出品的意思 我們就是OK 我們是一個出品人 然後好的聲音跟我們合作 一首歌就好了 我們也不用做就是整個人 然後就這樣 好像YouTube頻道這樣子發行 一首歌一首歌一首歌 只是原創的歌曲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才發現說 喔原來以前唱片公司那麼厲害 就是他們做了那麼多 是我們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因為我們覺得喔發一首歌 歌很好聽 歌手也很棒 然後MV也拍得不錯 這樣發上去就可以了嘛 然後但是我們第一首歌那時候發上去才 一開始才幾千個view 到現在他可能還是只有 兩萬 兩萬 就是很誇張的低 然後我們才發現Oh my God 我們完全不知道怎麼宣傳 然後 剛開始是想要一首歌一首歌合作 然後也發現說 欸好難喔 就是因為你真的只發一首歌的時候 這個歌背後沒有故事 就他唯一的故事就是 陶山很喜歡做歌 然後他很喜歡這個人的聲音 然後他發了一首歌就這樣 嗯嗯嗯 然後就所以很難做 所以那時候我們發一單歌單歌 我們是發了多久 我們發了一年多吧 嗯 然後才遇到燕威剛好離開風華 然後他願意當我們第一個藝人 我們就好吧來試試看吧 來試看做藝人吧 對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有 我們兩個還有 燕威 燕威 對所以我們趕快那個 燕威 對 喔還沒有 一開始沒有燕威 燕威是我們三月簽他嘛 對 然後我們我們會 比如說我們接到表演 然後我們兩個其中一個人會帶燕威去表演 然後就很尷尬 因為我是一個怪咖呢 他又不會講中文 就是我們如果我帶燕威去表演的時候 我是沒辦法跟後台的任何人講話 所以不是那時候怎麼會接洽你們 就是那時候怎麼接洽你們燕威要去表演的 就是E-mail啊 或是或是就是Facebook message 或是什麼 然後只要有人要邀請他呢 我們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Ska帶的話就是燕威要照顧Ska 然後我帶的話就是燕威要照顧我 所以就完全沒辦法 而且居然是燕威要照顧你們 其實我也想要照顧燕威啊 燕威都沒辦法照顧 我知道 比如說我在後台然後我要拿水給燕威 燕威說不用不用不用 你坐你坐 然後他去幫我拿水 Ska也是一樣嗎 對 而且我不懂他們在跟我這樣子嘛 然後他們說欸你可以簽這個 我說喔我可以嗎 我說喔沒關係燕威你簽 我說他還是會自己簽一個合約 我完全看不懂 所以說OK 很好笑 但我好 我其實差題想問 我本來想問的 就是那SKR present 陶山音樂很很清楚 就是因為Scott就是陶山 所以叫陶山音樂 那SKR present 你剛剛解釋的present 那SKR是 因為我要講就是SKR這個詞 是在 他就在那個一個節目紅之前 我們就取了 我們就選SKR了 但是 因為對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 就是 對對對 就是會 可是好像不是吧 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贊 就是贊助我們開公司的 是 KK Group KK KK Farm 就是KKBOX裡面的一個 對對對 底下的一個 就是ANGEL INVESTMENT的公司 就是 中文怎麼講 他們專門投資別人 就是 就是 投資者 然後那時候 他們就投資我們 讓我們開一家公司 就是 然後 然後我們就想說 OK 那我們本來的公司叫陶山音樂嘛 那這個就叫 S就是 SKOT 然後 K就是 KK 然後 R就是 WRECKER 就是 S K R 然後 PERSENT KK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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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ECKER 然後 然後我們想說 PERSENT歌曲 然後結果 後來有一天 EVANGEL INVESTMENT就突然說 欸 我終於知道 你們為什麼取這個名字了 SKIRT 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說 蛤 什麼是SKIRT 因為他們也都沒在看節目 其實T跟SKIRT 都沒有在看那個節目 對 然後結果後來我們才發現 蛤 這個詞 居然變成一個很流行的用語 這是什麼 然後我們就不行 而且我們那時候還 剛剛好正要簽Ocean跟傑明 然後 可是我們其實完全不知道這個詞 完全不知道它被饒舌界 用到 對嘛 那是饒舌節目嘛 我記得 Ocean你有告訴說 SKIRT PRESENCE是很屌的禮物嗎 而且從來沒有解釋過耶 對 因為他覺得很蠢 因為我們那時候 那時候SKR嘛 然後我們是因為 Scott KK Rekker 然後 我們去那個 那時候 剛開公司 然後去西雅圖 我們就去做那個帽子 做SKR 這樣 然後那時候那個店員還說 SKR是你們公司的名字 它是什麼意思呢 然後Scott就很不好意思 Scott KK Rekker 他覺得那個名字非常的蠢 結果沒想到後面變成很酷 那我想問 就是SKR的logo是一個耳機 那個是為什麼 是誰做的 是一個免費的 我登錄一個APP 叫Canva 大家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用 大家都可以用我們的logo 是免費 因為一開始 都只有我們兩個人嘛 然後 對啊 然後我們什麼都不會弄啊 然後所以SKR就會說 也沒有美工的人 也沒有任何 也沒有任何 燕威一開始的單曲 什麼深呼吸保存這些 那幾個 都是他直接用一個手機APP做的 那個時候不借我們兩個 對啊 然後我們在選那個logo 就是他在那個免費的網站上面說 嗯這個不錯耶 是一個耳機 耳機酷 然後把中間改成SKR就好 所以後來 喔酷 後來就是我們開始變比較多follower 在IG上面的時候 有幾個印度人跑來罵我們說 你們怎麼可以偷我的logo 然後我就說 喔其實這個logo是免費 裡面大家都可以用的 喔 所以歡迎現在如果有聽眾要開公司 也都可以用這個logo 你可以用我們 有啦我們後來有重做 就是請人家做不同顏色 那個就真的是我們自己做的 喔對 但耳機的形狀還是一樣的啊 對啦 就是 你可以 換顏色用Photoshop換顏色就可以了 我們那時候連換顏色都不會 所以還要請別人幫我們弄 我記得 對 就是這個非常不專業的START 就是說明了我們公司有多麼的小 多麼的年輕 多麼的年輕 然後第一個員工就是Alex 那時候是因為 就是 喔 因為要發專輯 然後專輯會有那種宣傳的那種行程 我們兩個就是那時候真的有自知之明了 想說我們真的沒辦法 做完這件事情 對 對非得要請一個人不可 還有我們請那個Giselle 喔對對對 那時候請Giselle 來幫我們就是想 就是宣傳的企劃 還有那個做專輯 對 剛有做完那個Laura的專輯 對對對 對 然後請她 然後請 請Alex 就是當經紀 這樣 對 然後就 成行了 然後就簽了Ocean跟William 然後你就來了嘛 簽Ocean跟傑明 之後 大概一兩個月你就來了 我就來了 然後 我們非常極度需要一個 美工 就是 就是極度需要 喔喔喔 沒有啦 那時候我們是極度需要一個拍幕後花絮的人 對 剛開始是幕後花絮 幕後花絮 然後跟那個所有的Cover 對 對 但我也是 邊做Cover 邊學Photoshop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然後下一次要討論什麼呢 再說囉 下一次再說 SKR 下次聊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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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我們今天就好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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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